逐件来 这个时候要移动的话 最好按着Shift键 水平移动 它会维持在同一个 中心点上 你就不会弄乱了 直接移动 位置变了,但是没问题 OK 你发觉它没有那么厚,同样 我们选择这个 今次选择这个面 这里有两个面 我们可以用上下左右,或者在数值里调整 如果你的空间感 是强的话,就这样控制点都没问题 留意着 发觉下面的图 位置不是很正宗 都没问题的 开回图层 给它支援笔 按着 差不多 在中间 当然如果你画的时候,画得很漂亮 这张图当然是没问题 好了,接着到端了 再往后 又是移动它 那端是前扁窄一点的 同样道理 留意着要选择 选择了两点 两点 还有那条线 好,这边看到了整条线 同样 在这边正常方搬它上去 开始有个形 跟着在顶看下的head-up display 选择了整个旁边 移动它 选择了整件 选择了整件物件 按上下左右 它一样会移动的 高点 OK,这块应该是白色的那块 就好了 看回顶顶 厚了 好,这块阻择了 将它移到一边 选择这个面 在正前方都可以 不过在顶就看得清楚一点 OK 给它一个白色 选择它 好了,只有这块 它有点窄和阔的 OK,我们先搞了下面最阔的部份 先 好了,下面觉得最阔的应该是这个位置 跟着我们先选择了这两条线 和 整条线是 窄一点 本身是斜的 好了,看一看,差不多 OK 到最大那块 又是蓝色的 放上去 好似大了 压熟一点 好,在正 顶看下去 似乎要向前一点 这个时候要用肉眼去阴 OK 由顶看 拍近 看见核战机 那个机首部份都差不多 然后呢 接着呢 入汽口 放上来 这块是白色的 它又没有那么阔的 同样地 选了它 再移动一点 好,机首差不多了 好,放回机身上去 好,机翼呢 就要压扁它 它 没有明显啦,这块没有那么阔的了 由顶到看一看 好,接着到机翼了 好,这块要加回墙 继续放在机翼部份 在正常方看一看 出一点 OK 好,这块呢 就不在正中间的 所以呢 拉回出来 停回去 好,这部份可能太厚 记住 拿回整个平面 要不然就只有一条线移动的 OK,移回对位 好,大概核战机的机型就出来了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的 但是基本的形态在这里 我们之后做事就会方便的了 那这个示范呢 基本上到这里先 因为其他细致的雕刻呢 在先头的 PART1至PART4都有讲到 但是呢,这里要提多一个 的 功能呢 就是 例如我们发觉 一些的物件 其实 例如它方形得来 它不是方晒的 不是起 起了角的 又是斜边的 那你可以用 在加工里面 有一个去除零角 这个要 就这样 给一个数字 它就会把它切开 这条边的 这样就会漂亮一点 但是多是少 那这个要自己去试 来0.5 那也挺好看的 但是呢 你要留意呢 它会切多了 分面出来的 还有如果它是单数 或者有些形状 是比较古怪的 你放这个去除零角上去 它会崩壞了 都不出奇 那用的时候 要小心点 大概就是这样 好,讲多一点点 就是说 如果要回回另外一边 又怎么办呢 当它组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群组化了先 那我开另外一个市场 Copy了这一根 这个群组先 熟细它 贴上来 Ctrl V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一架半只的核战机 那在六角大王里面呢 有一个 叫对 对齐方式 这里 转换一个对齐 的环境 它就会变成一块镜 覆了另外一边出来的 现在还有一块镜 所以移动一边的时候 另外那边会跟着移动的 你发觉选不到另外那边的 那没问题的 好,到你对对位了 觉得差不多了 将它在编辑模式右转 它会告诉你 一块镜变成实物 OK 现在左右两边 如果我将它解除群组的话 我按一下 那我们就已经是有一个 镜变成实物 然后再切成一块镜变成实物 看起来 看起来 那么多